今天收拾书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之前花八九十甚至一百多块钱买的书 现在只能卖一块四毛钱 甚至有很多书人家都不收 比如这个心理学的还有这SEO密码 这些都是非常厚的书 现在居然才卖一块四 捆这些书的绳子 这么一捆绳子还是尼龙做的 两元店卖五块钱 卖的书都不够买绳子的 如果换成这种纸箱子 五个要六十块钱 但是纸箱子是禁不住这么多书的 只能用绳子 这些书只是整理的一部分 你们看捆书的绳子 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 都已经用到这种地步了 都用完了 还有一批书才买的绳子 还有一个孩子今年小生初 小学六年的课本 英语语文数学都留着上下册 还有什么素养手册 什么这个那个的 非常多 本来想着以后可能会用 现在只能扔了 卖也卖不了钱 送人在群里 已经有很多人问了谁要书 结果都不要 感觉有点浪费 那当时为什么买这么多书呢 比如说那个心理学的 还有这本素描指南 都是很厚的书 当时买的时候觉得这本书特别重要 结果过了三年 只看了一点点 舍不得争 又过了五年 压根就没看 然后又过了五年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好吧 这个视频做个记录 不知道说什么了 好了就到这再见 这个算不算是割韭菜呢